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就可以和初恋领证 三年后以夫妻关系将肾移植给她 全家极力劝说 都阻止不了她上赶着作死的心 吃饭时 陈硕破天荒提起了她的初恋 老婆 你还记得刘梦吗 记得呀 怎么了 我不以为然 加起菜就往嘴里塞 怀孕四个月 我没有任何不良反应 反而食欲大增 吃得更香了 陈硕观察我的脸色 她得了尿毒症 我手上动作暂缓 那她现在怎么样 不太好 离婚后个人孤零零的 没人照顾 看着陈硕小心翼翼的表情 我啼笑皆非 你是不是想去看她 想去就去吧 你放心 我没这么小气 不怪她怕我生气 刘梦和陈硕在其五年 最后因陈硕家里不同意而分手 和她谈恋爱时 我吃过好几回刘梦的飞醋 把她闹怕了 要不是婆婆从中周旋 我们两个还不定能走到结婚 但聪明的女人是不会 直翻旧账 让夫妻感情不合的 我去看过她了 就是陈硕说话吞吞吐吐 留了半截 我放下筷子 是不是她经济状况不太好 生病花销大 我给你转点钱 你拿去给她应个急 我拿起旁的手机 就要给她转账 她有钱 离婚十分了财产 够治病用的 就是尿毒症需要换肾 我暂停了手上的动作 抬眼看着她 陈硕终于下定决心 说出了那句 让她难以启齿的话 老婆 我想给刘梦捐肾 我没想到 好几年已经过去了 陈硕还对刘梦念念不忘 居然连捐肾这种离谱的事情 都想得出来 陈硕 你疯了吧 我正怀着孕 你要给你初恋捐肾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你是不是见我让你去见她 又肯拿钱 让你给她周转 就以为我好欺负 我把手放在肚子上 告诉自己 不要生气 没有的事 陈硕连忙解释 老婆 刘梦现在过得可惨了 她没人照顾 爸妈不管她 前夫也不管她 个人去医院透析 肾缘 也要排好多年 这几年过得很苦 我竟然在她脸上 看见了对刘梦的心疼 我心里堵了口气 那关我们什么事 生病了 亲人都不管她 她是不是也要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 再说了 她不是有钱 有钱就慢慢等 慢慢至 轮得到你这个前男友 来为她安前马后 陈硕脸失望 老婆 你怎么这么冷血 她毕竟生病了 需要人照顾 她又小声嘀咕 你们各叫刘梦 各叫李梦奇 都有个孟子 她可比你通情达理多了 我的血压 蹭蹭往上升 陈硕 你说我冷血 你出去问问 哪个女人能那么大度 怀着孕的时候 让老公去给前女友捐肾 她通情达理 那她怎么没想着 不打扰你的生活 你现在有家庭 有自己要负的责任 我心里委屈 刘梦的孟子 跟我有什么关系 李梦奇这个名字 是我爷爷给我娶的 他从小就宠我 去世时 还给我留了大笔遗产 陈硕居然拿这种 子虚乌有的事情做比较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他是这样的人 面对我的质问 陈硕没有反驳 我冷哼声 再说了 你说捐就捐 你的肾他还不定能用 别想这种 只会感动自己的破事 我能捐 陈硕拿起手机翻找 递到我面前 我做过配型 我的肾他能用 我不可置信地 看着手机上的结果 你居然瞒着我 去做了配型 捐肾这件事你认真的 直到刚才 我都以为他是鬼迷心窍 哪能想到他连配型都做了 陈硕捂着脸 老婆 当初我和刘梦分手时 他怀了我的孩子 只是我们都不知道 后来他去做流产手术 意外大出血 再也不能怀孕了 他前夫发现这件事后 才跟他离婚 这是我欠他的 给他捐肾 就到我们扯平了 这消息打了我个措手不及 你确定孩子是你的 是 他给我看了手术单 他们之间的事 我不好评判 只能先打消 陈硕捐肾的念头 活体器官是不能指定接受者的 你跟刘梦非亲非故 不能捐给他 就算你发生什么意外 医院会有专门的系统评估 肾源会优先分配给最需要的人 不定能到刘梦身上 他可以边透析边等肾源 你平常多照顾下他 我可以体谅 但如果你要捐肾给他 我不同意 陈硕低眉顺眼道 我咨询过了 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 活体器官捐献人的配偶 直系血亲 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 你想怎么做 我紧盯着他 心里隐约猜到他想要干什么 但还是希望他不要说出口 老婆 我们离婚吧 我捂着砰砰跳动的心 杯水泼到了他的脸上 陈硕 我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孩子 你知道 你现在在说什么吗 你太过分了 见我真被气到 陈硕顾不上擦脸上的水珠 手忙脚乱地安慰起我 我是说假离婚 离婚后 我跟刘孟去领证 等时间到 我把肾捐给他 我再跟你复婚 这是最好的方法了 我失望地 看着眼前的男人 说得轻巧 就算是夫妻 器官移植也是有条件的 陈硕势必有很长段时间 照顾不了我和孩子 他又怎么能承担起 当爸爸的责任 以后 我又要怎么跟孩子解释 他的爸爸不在我们身边 是因为要贴身照顾另个女人 我心恒 陈硕 我现在怀着孕 你是不能提离婚的 如果你非要离婚 捐胜给刘孟 我同意 但这个孩子 我不要了 你想清楚 你为了流氓 毁了自己的家庭 值得吗 你不会的 陈硕笃定 你不知道 有多期待 这个孩子的到来 积极备孕 又准备了 那么多孩子的用品 你舍不得 我的心在滴血 我对孩子的爱 竟然成了陈硕 威胁我的工具 老婆 我保证 我爱的是你 离婚只不过是 还清欠刘孟的债 等她做完手术 我立马回到 你和孩子身边 到时候 我们家团圆 虚伪地令人作呕 先别说 她会不会和刘孟 破镜重圆 死灰复燃 她就这么自信 我会直留在原地等她 我看着还未显怀的肚子 心里悲凉 宝宝 你的爸爸真不是个东西 许是感应到我的不快 肚子剧烈疼痛起来 我抓住陈硕的手 我肚子好疼 快 送我去医院 没多久 双方父母匆忙赶到 怎么样 没事吧 陈硕爸妈脸焦急 他们十分看重这个孩子 得知我怀孕 高兴地给我转了二十万 我躺在病床上 神情萎靡 我妈担忧地握着我的手 替我回答 没事 医生说 有仙兆流产的迹象 现在稳住了 注意休息就好了 琪琪怀着孕呢 你跟她吵什么 陈硕他妈开口 几个人的目光聚焦在她身上 她没了跟我针锋相对的模样 低头当起安纯 我惨然笑 爸 妈 陈硕为了给她初恋捐肾 要跟我离婚 不管那件事 都让人觉得荒唐 陈硕他爸 直接抬脚踹在他身上 我爸也脸色铁青 攥紧了拳头 我跟你解释过了 是假离婚 陈硕默默瘦了脚 脸无奈 又看向几位长辈 爸 妈 刚好你们全都在 我就起解释了 妈 刘梦你还记得吧 当初是你拆散的我们 陈硕的眼里 带着思对婆婆的不满 刘梦得了尿毒症 我配型成功了 但我不能直接捐给她 我就想着 跟琪琪假离婚 等把肾捐给刘梦后 我再跟琪琪 再次听到她说这些话 我的心还是会被刺痛 你这王八高子 不等她说完 我爸冲上前去 给了她几个大耳瓜子 我女儿还怀着你的孩子 你敢这么对她 婆婆叹了口气 小说 你知道我当时 为什么要拆散你和刘梦吗 我逛街时 看见她背着你和你好兄弟 举止亲密 为了保护你的自尊心 我才去劝她和你分手 不可能 陈硕抬起头来 不可置信地说道 你那时看不起刘梦的家事 跟李梦琪他妈串通起来 合伙骗我 就是为了让我娶她 陈硕手指着我 这几年我听从你们安排 跟她结婚 还有了孩子 你们说什么 我做什么 这还不够吗 我如遭雷击 婆婆也脸受伤 陈硕摸着被删得略微肿起的脸 你们不懂 这是我欠刘梦的 这个婚我离定了 是 我也捐定了 她转身就要离开 婆婆上前拽住她 你去呢 琪琪身体不舒服 你还不留下来照顾她 刘梦在家摔倒了 我去看看 陈硕大力甩开婆婆的手 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攥紧被子 嘴里传来血腥味 多么可笑啊 我躺在病床上 我的老公却屁颠屁颠地跑去 别的女人那里献殷勤 陈硕爸妈安慰了我几句 匆匆走了 他们保证把陈硕给我逮回来 我妈心疼地看着我 琪琪 当初看陈硕表人才 你公婆又是好人 以为你嫁过去能过得开心 现在却让你遭罪了 既然她这么绝情 你跟她离婚回家吧 你永远是爸妈的宝贝女儿 听闻这话 我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 陈硕家庭条件不错 我家也不差 我是真的爱她 才跟她结婚的 现在她却把我的心扔在地上踩 哭了半嗓 我抬起头来 爸妈 我要跟陈硕离婚 我不舍得摸了摸肚子 这个孩子 我也不要了 陈硕说得没错 我的确很爱这个孩子 正因为爱她 我才不会把她 带到个破碎的家庭中来 提交完离婚申请的第二天 我在爸妈的陪同下去了医院 陈硕爸妈得知消息 赶来我家探望 他们没想到我这么决绝 声不吭就做了手术 我心里冷笑 我没有声不吭 做手术之前 我给陈硕发信息告知了她 她回 老婆 我知道你不想离婚 不要拿孩子威胁我 我不会上当 你懂事点 刘梦需要我 拿正当天 陈硕带着刘梦来的 刘梦脸色蜡黄地 依偎在陈硕身旁 我们前脚刚领离婚证 后脚他俩就去领号 排队结婚 在场的人 朝我投来同情的目光 我不为所动 收拾好东西 昂首挺胸就往外走 刚走到门口 刘梦就把我叫住 上前来朝 我鞠了躬 对不起 阿硕都是为了我的病 才这么做的 他爱的还是你 放眼望去 陈硕正盯着我们两人 些围观群众 也竖起了耳朵 他这是做戏做全套 在陈硕面前 眼上瘾了 我凑近刘梦 你跟陈硕说 你是做了流产手术 不能再生育 所以被你前夫嫌弃 我怎么听说 是你在婚后 跟别的男人乱搞 被你前夫捉肩在床 还有那个孩子 究竟是陈硕 还是陈硕好兄弟的 你心里有数吗 刘梦脸色煞白 你知道吗 为了早点离婚 陈硕答应净身出户 公司还没到他手上 为了你 他已经和他爸妈闹掰了 而他还有个弟弟 我不再多说 当着众人的面 巴掌狠狠扇在刘梦脸上 提高音量 你破坏我的家庭 居然还敢来我面前 嘲讽我 打完 我扭头就走 他们不是要 等着领结婚证 备受瞩目 就是我给他们的贺礼 坐进车里 我给爸妈打电话 告诉他们 离婚证已经拿到手了 琪琪 刘梦的事 你有告诉陈硕吗 我妈开口 当然不说 用心查查 就能知道的事情 她自己蠢 怪不了别人 陈硕为了刘梦 失去个肾 失去家庭 失去大好前途 得知真相的那刻 她会是什么表情 我很期待 开车回了我和陈硕 曾经的家 提交离婚申请当天 陈硕迫不及待收拾衣物 搬去和刘梦同住 对此 陈硕解释说 刘梦身体不好 搬过去好照顾她 又让我放心 他们只是室友 绝对不会有什么越界的行为 她的话十分恶心 让我忍不住冲进洗手间干呕 在她走后 我也收拾自己的东西 搬去了爸妈家 个月没有回来 地上布满了灰尘 回想起曾和陈硕 在这里度过两年时光 这个按照我喜好装修的房子 在我心里也只剩下了厌恶 收拾完剩下的私人物品 我从好友列表里翻出几个房屋中介 委托他们把这个房子挂牌出售 看了最后眼 我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 时间晃而过 转眼间三年过去 我在办公室里看着文件 陈硕的弟弟陈昭给我发来信息 姐 下午我们公司的新品 发布会你记得过来 好 我的思绪从文件离开 回想起这几年发生的事 嘴角勾起思笑意 和陈硕离婚后 我心扑在工作上 又暗地里跟陈昭合作 帮他从陈硕手里 抢了好几笔大生意 三年来 陈昭独当面 风头早就盖过了陈硕 业内的人提起他 都夸他小小年纪形势稳重 不愧是他爸的儿子 提起陈硕 大家都摇了摇头 陈硕跟我离婚 去给刘孟捐肾的事 传遍了整个圈子 不明真相的外人 可能会夸他深情 但掌权者最忌讳 优柔寡断 感情用事 玩可以 但不能真玩 随着陈昭越来越被他爸弃重 陈硕早已被边缘化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陈家的生意 以后是要交到陈昭手上的 吃过午饭稍作休息 我和助理去了发布会现场 陈昭在台上意气风发 陈硕在台下双拳紧握 脸色阴沉地充当背景 看到这样的近况 我不禁揣测起陈硕的内心 站在上面的人 原本应该是他陈硕才对 现在换成了他弟弟 他心里得是什么滋味 随后的庆功酒会 上陈昭跟我道谢 姐 这两年多谢你了 刚刚他爸当场宣布 自己会退下来 将公司生意全都交给他打理 我向他举杯 合作共赢 我帮陈昭牵线搭桥 拿下了不少生意 我也从中获利不少 我们两个相识笑 他继而转去招呼其他客户 卑躬交错间 陈硕不知道什么时候 站在我身边 低声喊了我声 老婆 旁人诧异的眼光 在我们之间流转 我后退两步 跟他拉开距离 这样的酒会 不应该喝多的 但陈硕身上 带着浓浓的酒气 我嘴角的笑落了下来 陈硕 你应该喊我生李总 我跟陈硕不一样 接手公司后 我稳扎稳打 业绩做得漂亮 出门在外谁 都会给我个面子 反观陈硕 他事无成 碌碌无为 屡次丢失大客户 现在连公司 都被他弟弟收入囊中 高低立线 陈硕顿 愣在原地 我跟陈昭说了声 提前离场 却被陈硕堵在了停车场里 降下车窗 陈硕疲惫的脸 映入我的眼帘 李总 我们谈谈 咖啡馆里 陈硕坐在我对面 揉了揉眉心 公司是陈昭的了 你开心吗 看见你过得不好 我挺开心的 我真心实意 三十而立 我和陈硕 今年都三十了 我接手自家公司 做得风生水起 而他比陈昭早进入公司 却让后来者居上 职场的人 惯会捧高踩低 老板的儿子又怎么样 陈硕是被放弃的人 没人看得起他 我毕竟是孩子的爸爸 我吃笑声 陈硕没见过孩子面 却仍然坚信 孩子还在 我爸妈去环球旅行 他以为我是怨恨他 把孩子交给我爸妈 藏起来了 我知道他傻 没想到他能这么傻 孩子都两岁了吧 下个月 我就可以和刘梦去 做手术了 到时 我会和他离婚 我们家三口 好好地过吧 陈硕充满稀迹地看着我 等你离了婚再说吧 我没有戳穿他的幻想 在他心里 我是不可能打掉孩子的 而只要孩子还在 他是孩子的爸爸 跟我们就永远有着羁绊 这也是他当初 毫无顾忌地 离开我们的原因之 孩子 是他给自己找的退路 我早就给他毒死了 很快 陈硕和刘梦夫妻之间的 活体器官捐献手术 顺利完成 出院后 陈硕马不停蹄地 跟刘梦提出离婚 刘梦也说到做到 跟陈硕领完离婚证 又半可怜 拿了陈硕笔前后 立马远走高飞 得知消息 我心里不由暗叹 真是个聪明的女人 而陈硕带着他 和刘梦的离婚证 兴冲冲地找上了门 琪琪 你看 我和刘梦已经离婚了 我没有骗你 我拉开抽屉 从最里面拿出个U盘 插进电脑里 要不你先看看这些吧 我同情地看了他眼 随着视频和相片的播放 陈硕额头冒出冷汗 视频拍摄于刘梦上段婚姻 未离婚前 刚点开 个男人的声音清清楚楚 传入我们的耳朵 好你个刘梦 老子好吃好喝养着你 你给我戴绿帽是吧 接下来镜头摇晃 被子下隐约可见 刘梦白皙的身体 老公 我错了 都是他勾引我 刘梦尖锐的声音传来 除了视频 还有堆相片 那时的刘梦 还没有查出尿毒症 他神色温婉 依靠在好几个 不同的男人身旁 当年我找到刘梦的前夫 听见陈硕 为了刘梦跟我离婚 他身表同情 给我发来堆 他收集的刘梦出轨的证据 男人恨得牙痒痒 痛骂刘梦是老女 出轨离婚 还分走了他半身家 看了这些资料后 我才发现 刘梦本事的确不小 耍了个又个男人 最后在生病时 还能让陈硕 鬼迷心窍 心甘情愿地给他捐肾 后来我得知 刘梦身体状况 的确不好 况且尿毒症患者 做了肾移植手术 存活时间 看个人的身体状况 如果刘梦出现感染 或者排异反应 说不定还会早早离开人世 所以我才没有提前拆穿他 我就是要等刘梦出院 他跟陈硕离婚 远走高飞后 再将证据甩到陈硕脸上 让陈硕想报复 都找不到人 陈硕呼吸急促 不停地往下翻 除了刘梦的前夫 我还找到了当年 陈硕读书时的好兄弟 尽管那时已经过去好几年 手机都换新了 在我赚了笔钱后 这位好兄弟表示 老家有割旧手机 或许上面会有 我想要的东西 两人的聊天记录里 刘梦不停地贬低陈硕 说他就是个傻逼 要不是陈硕有钱 他是绝对不会跟陈硕再起的 刘梦做流产手术时还找了 这位好兄弟要了手术费和营养费 时间跟他给陈硕看的手术单上的时间 根本对不上 且都表明陈硕被刘梦耍了 当年刘梦怀的孩子不是他的 也不是因为怀了他的孩子 做手术后不孕 被前夫知道了要离婚 只是想骗他个甚 陈硕指着屏幕上的东西 不可置信地问我 这都是真的吗 都是真的 你可以自己去查证 陈硕大怒 起身抓起电脑 就要往地上摔 被身后的保安拦住 保安将电脑 从他手里解救下来递给我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陈硕双眼通红 早点告诉我 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真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 不去怪始作俑者 不去怪自己 反而怪我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他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我好整以侠 我劝你不要离婚 你爸妈也不同意你跟我离婚 你以为这些东西 你爸妈查不到吗 据我所知 你当时什么也不听 以为所有人都想跟你作对 给你看什么都是假的 你一孤行 要当刘梦的救世主 谁能拦得住你 陈硕 我觉得刘梦说得没错 你就是个傻逼 走到现在这个地步 都是你活该 我摆了白手 把他丢出去 以后不要让他进来 孩子 我们还有孩子 陈硕顽强抵抗 琪琪 我定会做个好爸爸 提起那个孩子 我的心里 陡然生起股怒火 我走上前去 狠狠甩了陈硕巴掌 这是你欠那个孩子的 陈硕 你醒醒吧 三年前 我进入手术室前 我给你发信息 你叫我不要拿孩子 威胁你 别说孩子真的不在了 就算孩子还在 你也不能靠着这层关系 回到那个家 我残忍地看向陈硕 且都被你毁了 陈硕卸了力 下子坐到了地上 怎么会这样 你怎么舍得把孩子打掉呢 你在骗我 对不对 我不说话 陈硕起身朝我靠近 那个孩子没了 我们可以再要个 琪琪 这几年我心里只有你 你不是也直没有在找吗 你再给我次机会好不好 真贱 你不配 我毫不留情地羞辱他 陈硕 我不找 是因为我真的不找 追我的人多的是 条件 家事 处处比你好 你现在算什么东西 把好牌被你打得稀烂 公司也被你弟弟收入囊中 我跟你企图你什么 图你剩下的那个肾吗 我惊觉自己有点变态 肉体折磨固然是爽 击溃他的心理防线 更让我兴奋 陈硕已经没了个肾 也不能继承公司 家庭 爱他的人 也统统离他而去 相比于直接死亡 我竟然希望他带着残破的身体 和无尽的懊悔 好好活着 陈硕脸灰败 我后悔了 我不该不听你的话 不该跟你离婚 但是我很庆幸 陈硕 你做得对 我还很感谢刘梦 能让你轻易跟我离婚 他欺骗了你 却在定程度上帮了我 这也是我 没有出手报复他的原因 可巴掌拍不响 陈硕能脑袋清醒点的话 也不至于会到现在这个地步 从他要离婚的那刻起 我们就没有回头路了 陈硕 世上没有后悔要吃 以后不要出现在我面前 我看了眼两个保安 他们有眼力见地 将人嫁了出去 陈硕走后 我继续处理手上的工作 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 我心里很有感触 我爱过陈硕 在他身上付出过时间和精力 我也恨过陈硕 他为了留梦跟我离婚 在我做手术的时候 说我拿孩子威胁他 爱恨交织 我希望他过得不好 甚至在心里默默诅咒过他 这几年来 陈硕也处处过得不如我 我心里的确很畅快 可渐渐地 我已经不再关注 他过得怎么样 我的时间放在公司身上 放在我身上 放在家人朋友身上 有很多很多的人和事 充实着我的生活 甚至我越发觉得 今天跟陈硕说了那么多话 是在浪费我的时间 他过得怎么样 我根本无所谓 我知道 我放下了 虽然我不再关注 陈硕的消息 还是陆陆续续 传到我的耳里 陈硕想去报复刘梦 发现早已人去楼空 他还在不断地寻找 他的踪迹 其实我知道 刘梦去哪里了 跟陈硕离婚当天 他就买了飞机票 飞到了几千公里之外的 座小城 但我不会告诉陈硕 甚至还帮着刘梦隐藏消息 我摇了摇头 到了现在 陈硕还是抓不住重点 他现在最应该做的 应该是韬光养晦 多抓住点 让自己安身立命的东西 要不然 什么都没了 陈钊给我发信息 姐 我爸原本打算 把外地那个小公司 交到我哥手里 结果我哥跟他大吵了架 说自己明明是家里的老大 为什么只能拿个小公司 又说他们 执任由刘梦欺骗他 我霸气之下 把他调过去 当了个小经理 说不去的话 就让他滚 我哥摔门而出 恭喜你 我们心里都清楚 陈硕彻底被抛弃了 陈硕毕竟是家里的老大 他爸妈从小对他要求严格 寄予厚望 就算做了再过分的事 家里也是念着这份情的 让他管理小公司 是想让他有条后路 再不计后半辈子 也会衣食无忧 现在切都没了 陈钊 以后你哥的事 不要再跟我说了 浪费时间 公司在开拓新的生产线 准备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 我没有心思去理会个过去的人 当我再次听到陈硕的消息 已经是大半年后了 琪琪 你听说了吗 陈硕进去了 大早 我妈就给我打了电话 怎么了 我十分诧异 听说她跑去找了那个女人 硬生生地从她肚子里 把她的肾挖出来了 琪琪 还好你早跟她离婚了 我妈正后怕 你阿姨哭着 给我打电话 当初她非要跟你离婚 说什么也不听 后来说给个公司 让她管 她也不要 他们劳两口 干脆不管了 把公司交给小招之后 也像我和你爸一样出去玩了 谁想到她那么丧心病狂 挂断电话 我心里正唏嘘 这段时间 陈硕不是没有用陌生号码 给我打电话 也在公司楼下守过几次 听是她的声音 我就挂断 拉黑 我也跟保安打过招呼 别让她进来 久而久之 没见她出现过 我以为事情也就过去了 谁能想到 她竟然能做出这么残忍的事 看来陈硕扛不住了 要不然 她怎么会这么癫狂 我摇了摇头 将她抛到脑后 毕竟陈硕对我来说 是个无关紧要的人 后继直到三十六岁 我才走进段新婚姻 领证前天 我回爸妈家吃饭 我妈问我 再次结婚 你害怕吗 问她跟陈硕样怎么办 我回 妈 婚姻并不恐怖 恐怖的是 自己身陷淋雨 却没有改变的勇气 让别人来掌控你的人生 但我不会 如果她爱我 我也爱她 如果她不爱我 我抽身就走 我的底气来源于我自己 所以我并不害怕 只需要享受当下 故事二 老公得了尿毒症 我给了她个肾 我并不致死 她却果断放弃治疗 提议放弃的 是我放在心肩上疼的儿子 我死后个月 老公再婚 儿子气热地喊了妈 他们天伦之乐 我孤焚野鬼 重生后 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我午睡醒来 看见背对着我的章枝里 还没变成地中海 她看得入神 我凑过去看她的手机 如何与讨厌的人 共度余生 我倾壳生 她慌忙所评 手机显示的时间 是十年前 我狠狠巴掌打在她脸上 疼吗 她揉着脸 废话 你她妈的疯了 不是梦 我重生了 重生在章枝里厌恶我 还想和我共度余生这年 共度你奶奶的余生吧 我凝视着这张 泛着油光的老脸 离婚吧 你疯了吧 好端端地离什么婚 儿子明年就要高考了 张之礼 赴白日见鬼的模样 看着我 她当然诧异 曾经她和儿子 都是我的命 我静止走到客厅 给自己倒了杯水 靠在门上 看着张之礼 平静地开口 你考虑下吧 协议离婚 我只要五十平方米的小房子 其他都归你 诉讼离婚的话 我能拿到的更多 凭什么 这些年都是老子 挣钱养你 你吃老子的 穿老子的 离婚还要分走老子的钱 做梦 这些话 你留着和法官说吧 我放下水杯 打开衣柜 属于我的 只有小小的格 我掏出五年前的羽绒服 飞出来几根羽毛 嘲笑着我的落魄 收拾了几件勉强能穿的衣服 带走 剩下的扔进垃圾桶 重生递天 我住进了两张上下铺的合租屋 我参加了政府组织的免费职业培训 学做月嫂 个月后 张凡给我发信息 说他去学校注读了 挺好 这是我离家时 给他们父子提的建议 当时张之离耿着脖子说 这个家没有我照样过得好 儿子坚决不住校 月嫂顺利结业那天 我和同学们去吃饭 从教室出来 就看见张凡爷爷奶奶在不远处 见我出来 老两口大步向我走过来 宋林 你这个黑心肝的女人 老太太还没走到我跟前 就搭着嗓门嚎了起来 我不明就里 我和张之离还没有离婚 也没分他家产 这老两口 这是要闹那出 挺大岁数不守妇道 不在家伺候老爷们 还在这里了 老爷子拐杖处着地 咚咚作响 唾沫星子都喷到我脸上了 他们家 这是都让我伺候惯了 老爷子出车祸 是我带着复诊 我给他天天按摩 才重新站起来 如今却在这里 中气十足地骂我 张之离没和你们说吗 我们要离婚了 老两口对视下 老太太忽然就冲到我面前 啪得下给了我个响亮的耳光 宋林 你个没良心的 支里刚刚查出来有尿毒症 你就起了哗哗心思 我愣正地顺 老太太坐在地上 拍着大腿哭了起来 都来看看 自己爷们生病了 他还在外面找野汉子 我难堪极了 愣在原地 手指抠着衣角 脸火辣辣地疼 其参加培训的面点 烘焙般的男同学 看不下去了 走出来劝 阿姨 你有什么话回家好好说 这样也解决不了问题 老太太指着 那个三十多岁的男同学 奸生力合 定是你 你这个小白脸 破坏人家庭 说着上去抱住了 人家的大腿 哭闹不止 这场闹剧 以同学报警收场 我们行人做了笔录 那个男同学 要告老太太诽谤 在警察的劝说下 老太太不情不愿 递道了钱 钱是我严格控制 张之里的饮食 不让他出去喝酒 但这辈子 我搬出来的这段时间 他放飞了自我 每天在外面 饮酒作乐 乐极生悲了 尿毒症比上辈子 早查出来年 而且比上辈子 更严重 我给张之里打电话 他还不知道 他父母把他的病情 告诉了我 并和我大闹了场 哟 怎么想起来 给我打电话了 哼 身上的钱花完了吧 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吧 求我 我收留你 我真是气笑了 这男人哪来的自信 不由地问出声来 我和你比 不应该自信吗 你四十多岁事无成 工作没有 人老朱黄 身材走样 你到大街上试试 看哪个男人能看上你 是啊 在你心里我烂透了 你还留恋什么 明天明正局见 别让我看不起你 好样的死娘吗 谁不去谁孙子 张之里咬牙切齿 我知道他大男子主义 又好面子 周的时间 婚离了 财产也分割完了 躺在自己的床上 我高兴地泪流满面 我完成了计划的地步 前世 张之里得了尿毒症 我捐给他个肾 我时刻惦记着他 只有个肾 要处处小心 细致照顾 却忘了自己 也只剩个肾 积劳成疾 身体越来越差 操心儿子的婚礼 伺候儿媳妇月子 并不起 弥留之际 我还担心小孙子 没人照顾 求生欲顽强 爸 我妈他怎么还不走 养了他被子 老了 还浪费老子的钱 那 您和医生说 放弃治疗吧 我手养大的儿子提议 既然你是这个意思 我去和医生说 我伺候了被子的老公 语气轻快 如是重负 父子俩火速给我办了出院 租了间小平房 我就在那里咽了气 两天后 张之礼来 发现我已经凉透了 我心有不甘 怨气很重 不愿往生 仍在世间做个孤魂游荡 张之礼在我死后 各月找了新老伴 辈子不做饭的他 天天研究菜谱 张凡亲热地叫他妈 却没给我扫过刺目 我又在张家飘了半年 明白了这些的原因 恨张之礼 恨得牙痒痒 可想到张凡 我心如刀割 怀孕前我也是有工作的 孩子在我肚子里时 胎动有力 可不知怎么 生下来却瘦得像个小猫 他在ICU里住了个星期 我才见到他 他没有处长得像我 但和张之礼 像个母子刻出来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周才见到我 他死也不肯吃我的奶 扭着头 张小脸哭成了青紫色 我心疼得不行 不吃就不吃吧 给儿子选个好点的奶粉 也是样的 我乃仗成了乳腺盐 开到引流 差点失去个乳房 张凡身体不好 交给保姆实在不放心 我辞去了工作 照顾他 他整个高中 午 晚两餐 都是我亲手做的四菜汤 为的就是 他能营养均衡 放在心肩上 疼了二十多年 直到我临死前 都还是我给他洗袜子 可想到我死后 他那张平静无波的脸 吕幽魂的我 仍能感到阵阵心寒 养育他我用尽了全力 我宁愿相信他 只是被张之里蒙骗 也不能接受 我用心血喂养的 是只白眼狼 所以 重生后 我心里仍把张凡 看作我的儿子 没想到 现在还只是个高中生的他 依旧让我心寒 从我搬出来到离婚 张凡只给我发过几个信息 语气傲慢 妈 你在闹什么 离了我爸你怎么生活 快回来吧 你脱离社会多少年了 小心让人骗了 我爸回家越来越晚了 别说我没提醒你 有你后悔的时候 给你台阶你不下 以后再想回来 可没人理你了 真理 你真狠心 从今天开始 你没有我这个儿子 这个不认我的儿子 忽然出现在我家门时 我已经做了几个月的月扫了 手里有些钱 捡了数十年如日的辫子 换了俐落的短发 雇主的妈妈是个老中医 给我开了调理的药方 取食排毒 瘦身功效很好 我像换了个人 张凡上下打量我 你也如这叫了生妈 我让他进屋 他眼镜片后面 双眼镜滴溜溜地乱转 我知道他是找有没有 其他男人生活的痕迹 别扭地诉说了 他对我的想念之后 说出了他此行的目的 张志里病情恶化得厉害 他奶奶爷爷身体不好 照顾他们父子饮食都成问题 更别说往返于医院做透析 妈 我马上就要高考了 现在还要分神照顾吧 所以呢 你回家吧 回家照顾吧 我们已经离婚了 照顾他不是我的义务 妈 我知道你对爸还有感情 我可以说服爸和你复婚 这父子俩还真是卖相成 求到我头上还是这么高高在上的姿态 我有自己的生活 并且离开你们 我过得很好 可我过得不好 他气急败坏地说出了心里话 那是你的事 我打开门 请他出去 张凡恶狠狠地看着我 仿佛在看杀父仇人 宋林 祈祷你永远不要有求到我的天 关住门 背靠着墙 我滑坐在地上 我用力擦着眼泪 这真的是我的亲手养大的孩子 朝朝暮暮地付出 怎么也抵不过那点血缘吗 很快 他给了我答案 我去医院照顾我的雇主 看见了张之礼父母和张凡 好奇心作祟 我偷偷跟上去看 原来张之礼已经到了需要换肾的地步 这辈子没有我这个冤大头 他们只能想其他的办法 爸 我马上就要高考了 张凡欲言又止 但意思很明确 他不想 张母有点着急 我们两个老骨头都不合格 你又没有输败 只能靠你了 你爸养你这么大 张父打断他的话 鬼扯什么 孙子是老张家的香火希望 不能有闪失 知里呀 你和宋林低个头 先把他哄回来 让他也试试 我妈 他现在特别心狠 他对你爸心狠 对你还能心狠 虎毒不食子 你去找他 就说你要把肾给你爸 他不来就得你来 他还能忍心让自己儿子受罪 张父说得头头是道 张家的家庭会议圆满结束 我在门外捏紧了拳头 前世医生刚提出 让直系亲属配型的方案 我立马跪求医生 让我试试 便便强调我俩血型样 而且我身体条件也很好 结果根本不用其他任何人检查 我和他的匹配程度极高 很快就安排了手术 他在家躺着养了大半年 而我出院后就开始洗衣服做饭 伺候他们家老小 埋下了早死的种子 接到张之里的电话 我礼貌地让他滚 并果断地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 张凡果然按照他爷爷的方法来找我了 给我买了大树康乃馨 我看着这象征母爱的花 只觉得恐怖 红艳艳的像是用我割肾的血染的 张凡先是给我道歉 见我不为所动 框下就给我跪下了 妈 我马上就要高考了 爷爷奶奶让我给爸爸个肾 可是我不能浪费您的心血 您寒来暑网 起早贪黑地照顾我这么多年 不就想让我考个好的大学吗 看 他也不是不知道我的付出 只是从来没想过回报 还有不到半年就高考了 我相信你爸他能坚持到 而且高考后 有两个多月的假期 足够你康复了 我不是他的直系亲属 没义务捐献 我的表现完全超出了张凡的预期 他还跪在地上 嘴巴微张 脸得不可置信 妈 你怎么 我怎么变了 我该怎么告诉他我死过次 培训班的同学给我打电话 他在医院做护工 宋林 你的渣男老公好像是找到了供体 还是直系亲属 他除了父母儿子没什么直系亲属 怎么没有 听说是亲闺女和你儿子同岁 挂了电话 我睁着酸涩的眼睛整整夜 心里莫名其妙的慌乱 像是有履线飘在我眼前 我却总也抓不到 张之里有个女儿这件事 我必须弄清楚 正好在工作断档期 我在医院蹲了个星期 赶在医院没上班前 就带好天的干粮 水都不敢喝 生怕上厕所错过了什么 终于 张之里家带着个我从未见过的女孩 走出医院 去了家饭店 远远地看见了女孩的脸 那瞬间我的心像被织无形的手狠狠攥住 疼得不能呼吸 我踉跄两步扶着墙堪堪站稳 我清楚 自己并不是因为张之里的欺骗而难过 只是冥冥中感觉 这女孩和我定有亲密的联系 吻了吻心神 我不远不尽地跟上去 女儿声音很小 窃声声里透出疑惑 除了给我爸妈的十万 你们还可以供我上学对吗 当然当然 承诺的是张之里他爹 这段时间你先不要去上学了 就住在爷爷奶奶家里调理身体 医生说你太瘦了 原来配型成功了 但女孩的身体不符合手术条件 这给了我点时间 弄明白且真相 我偷偷去找了那个女孩 她叫赵蒂 她没辜负自己的名字 在她八岁的时候 父母生了个男孩 她的胳膊很细 完全不像和张凡同岁的样子 纤细的胳膊上不满各式各样的伤痕 我实在不愿叫她的名字 姑娘 你这些伤都是怎么来的 她平静地给我讲述着这些伤疤的由来 这条是弟弟打的 那条是割猪草兽的伤 我心疼得喘不上气 既然让你捐身的是你爸爸 你想不想知道自己的妈妈是谁 小姑娘的眼神有瞬间的茫然 原来张之礼找到她时 说她是张凡同父异母的妹妹 她妈因为生她男产死了 不得已才把她送给了现在的父母 我不敢把我的猜想透露给她 试探地问 如果你的妈妈还活着 你愿意和她相认吗 妈妈还活着 那她为什么要舍弃我 从不来找我 因为我是个女孩吗 如果妈妈直不知道有你的存在 你还能原谅她吗 她很长时间没有说话 我也没有继续问 偷偷地剪了她的头发 送去亲子鉴定 在等待结果的个月里 我的心情无比坚定 为夺回昭帝 做着准备工作 这份坚定 源于我们相貌上的气氛相似 也源于我迟来的第六感 鉴定结果出来了 她果然就是我的女儿 我趁着昭帝 去医院检查身体时 带走了她 租了个车带她回家 她自己进去 我在院外偷偷地看 原本以为是她的家非常贫困 毕竟小小年纪 基本上没有她不会做的农活 衣服裤子洗到泛白 磨毛抽丝的袖口都短节 露出的手腕 脚腕不迎握 可眼前的景象出乎我的意料 宽敞明亮的农家院 加三口其乐融融地吃草莓 胖乎乎的男孩率先看到她 爸妈 死丫头怎么回来了 妇女停下 往儿子嘴里塞草莓的手 放下盘子 走到昭帝面前 昭帝不自觉地往后退了半步 浑身紧绷 像是激活了刻在骨髓里的防御体系 你这死丫头 是不是没配型成功 你亲爹不要你了 妈 那不是买不上城里的楼房了 我不管 反正我要去城里上学 说着把草莓盘子 趴下扔到地上 还不解气 把地上的草莓剁得稀巴烂 男人默默地抽完烟 把烟头在桌子底面碾灭 昭帝 既然事情没成 那你就先订婚吧 明天我去和吴泉说 你同意了 昭帝面色惨白 下子贪跪到地上 爸妈 别让我嫁给那个变态瘸子 我不上学了 再也不提上学的事了 我去打工 给光宗挣钱买房子 夫妻俩对视眼 你高中还没上完 哪辈子能挣来二十万 光宗眼看要上初中了 他能等你那么多年 如果不是当年老子养了你 你早成了白骨堆 想想怎么报你老子的恩吧 男人说完给母子俩使了个眼色 起进了屋 留下昭帝个人 低着头跪在潮湿的水泥地上 我蹲到他身边 小姑娘的眼泪 大颗大颗砸在地上 肩膀隐忍地颤抖 捧起他的脸 我给他擦了眼泪 牵着他的手进了屋 我让他回自己的房间等着 我来和他们谈 这家人 对我这个不速之客很疑惑 懒得和他们虚语尾移 直接表明来意 我要带走着地 妇女像点着了的爆竹下就炸了 凭什么我们养了快二十年 你说带走就带走 想要带走也行 给我百万 我冷哼声 你也真敢张嘴 你是通过什么合法手段 得到的着地 这么多年 你是怎么虐待他的自己 心里没数 要不咱们走法律途径 妇女面色灰白 眼珠子却咕噜噜地转 我继续开口 收养人不履行抚养义务 有虐待 遗弃等侵害养子女合法权益行为的 送养人有权要求解除养父母 与养子女间的收养关系 我给你们十万块钱 你们签了这份解除收养关系的协议 以后再有没有关系 不同意的话 我只能以生母的身份 起诉你们拐卖虐待儿童 夫妻俩商量了会儿签了字 我常舒口气 我卖了房子 十万块钱 让我的女儿和过去说了再见 剩下的钱 我想给她换个光明的未来 在心里给女儿重新取了名字 宋坦 愿她前路坦途 过往坦然 为人坦荡 关于名字 在路上我征求了小姑娘的意见 她很喜欢 在她成为宋坦的第二天 姓张的家人 疯狂地砸开了我出租屋的门 好久没见的张之礼 穿着我曾经给她买的衣服 当时很合身 现在却肥大了很多 头发灰扑扑的 想到前世 到我死她的头发只是少 却没有白 我还在回忆 她却开口质问我 宋林 你这是要置我于死地 我搬了个椅子 翘着二郎腿坐在门口 把他们堵在门外 这话怎么讲 张之礼时语色 她没想好怎么解释宋坦的身份 赵帝是我老家的远房亲戚 孩子同意给支礼捐献个慎 支礼也愿意收养她 供她上大学 关你什么事 只是不知道 当时怎么娶了你这么个歹毒的女人 张母急吼吼地站出来指责我 远房亲戚 我刚刚从她的养父母家 把她接出来的 要不要听听 他们是怎么说的 张之礼家大眼瞪小眼 万万没有想到 我挖得这么深 眼见得慌了神 我拿出手机 播放了之前录好的视频 视频里交代了 当年是张之礼的父母 把孩子以5000元的价格 卖给了他们 这么多年从未联系 直到张之礼需要换身 又想以10万元的价格 把孩子买回来 视频最后 宋坦的养母的句话在听便 还是让我指甲 抠进了手掌里 张之礼他爸说 如果昭帝在手术中 出现意外也没关系 他们会再给5万的损失费 手术成功的话最好 昭帝只是身子弱些 不影响他嫁人 我们还是可以收大笔彩礼 张之礼他妈走过来 想打掉我的手机 嘴里嚷嚷着 关你什么事 你个我们张家不要的女人 我是孩子的亲妈 她把女儿卖了再买 用完她的肾还想再卖 还说不关我的事 张母将在原地 我不等她反应过来 走到了张凡面前 张凡 你还不知道吧 眼前的这个女孩 才是我亲生的 那你妈妈是谁 你不好奇吗 你猜是谁 害得你们骨肉分离 张之礼慌忙 拉着张凡往外走 儿子不要听 这个疯女人乱说 爸妈咱们走 前世我飘在张之礼家半年 从张之礼和他们 所有人的对话中 拼凑出真相 当年孙灵和张之礼青梅竹马 用现在的话就是她的白月光 可孙灵妈妈死活看不上没出息的张之礼 孙灵也动摇了 提出了分手 张之礼赌气 和我相亲 很快我们就结婚了 当时我爸是张之礼的领导 出手帮助了自己的女婿 孙灵见张之礼的事业有了起色 又开始勾引她 来二去 我和孙灵几乎同时怀孕了 张之礼有些愧疚 想让孙灵她打掉孩子 和她刀两断 可张家那对奇葩父母 想到了个好主意 让我和孙灵同时住院 哪个是男孩就留下哪个 剩下的卖给老家没孩子的人家 后来我掀上了女儿 张之礼让医生给孙灵打了催产诉 当天生下了张凡 张家父母带着我的女儿回了老家 卖了五千块钱 我以为自己生的孩子是张凡 而孙灵未婚先孕 本来就没有当妈的准备 张之礼说孩子死了 她甚至还有私解脱 张之礼和孙灵分手 给了她万块的补偿 她的月子养得不错 很快遇到了现在的老公 婚后又生了个儿子 此时还过着平静幸福的日子 后来她老公酒驾出车祸去世了 还赔了对方大笔钱 她带着孩子过得并不容易 张之礼又出现了 那时我已经把肾给了她 她又觉得自己春心蒙动了 背着我和孙灵搞在了气 还把张凡的身世告诉了她 当然 孙灵和张凡知道的故事版本 是我为了得到张之礼全部的爱 用自己死去的女儿换走了她的儿子 我死 他们就以最快的速度结了婚 家人的日子过得和乐美满 这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张凡在我死后没有流滴泪 也没给我扫过刺目 前世直到我死 张之礼从未和女儿联系过 也没有关心她过得好不好 这辈子她需要换身了 我才找回宋坦 多亏了张之礼的甜不知耻 而此时此刻 我想要张凡自己去探寻这精彩绝伦的故事 宋坦已经上了高二 但学业落下特别多 我给她办了全封闭的寄宿学校 嘱咐她定要好好学习 不用管其他的事情 我开始关注张凡的动向 她的动作很快 各风和日丽的下午 他们母子相见了 在孙玲小儿子的学校门口 孙玲拿着个精致的小蛋糕 在门口等儿子 肉嘟嘟的男孩见到她 快跑几步到她跟前 撒着娇 我说多少次了 我都这么大了 不用妈来接 孙玲慈爱地刮了儿子的鼻梁 多大也是妈的乖宝宝 看妈给你买了最爱吃的蛋糕 上天课饿了吧 母子俩说说笑笑地经过张凡面前 张凡忽然伸出胳膊 拦住了两个人的去路 孙玲立马母鸡样 挡在小儿子面前 力声呵斥张凡 你什么意思 张凡愣 自嘲笑 先把你的宝宝送回家吧 我有事和你单独聊聊 小儿子从孙玲背后站出来 比张凡低头不止 可气势很足 妈妈 你别怕 我保护你 他们越是母慈子笑 张凡的脸越黑 他弯下腰 凑到孙玲耳边说了句话 孙玲愣 上上下下地打量张凡 最后还是把小儿子送回了家 和张凡到了楼下的小公园隐蔽处 刚为什么说 小宝不是我递个孩子 你知道些什么 呵 你看看我长得像不像你的初恋 或者我长得有几分像你 孙玲用手捂住嘴 脚步退后 脸得不可置信 没半点得知 自己孩子还活着的惊喜 张之礼明明说 我的孩子生下来就没了气 而且是个女孩 怎么会是你 张凡也看出来 孙玲根本不想认她 你要是不相信 咱们可以去做个亲子鉴定 不要 张玲失口喊出声 但很快意识到有些不妥 软下声音 可语调依然急切 即便你是我的儿子 我们都各自有了家庭 你长得这么高 这么帅气 说明你妈妈把你养得很好 何必要打破这种平静的生活 她已经认回自己的孩子了 你要认我吗 我 我 老公不知道我的过去 张凡打断了她的话 我明白了 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孙玲在她身后 长长地输了口气 虽然张凡已经是个成年人了 但亲生母亲急于和她贴亲关系 而捧在手心疼了她18年的我 也和她彻底没了关系 这对她来说也是不小的影响 张凡的班主任还不知道我离婚了 给我打电话反映最近张凡成绩直线下降 几次模拟考试次不如次 我让班主任联系她吧 可老师却没有张之礼的联系方式 这么多年 在张凡的学习和生活中 张之礼直是缺席的 高考临近 张之礼匹配到了甚远 花了几十万 那应该是她大半积蓄 张凡高考成绩非常不理想 想上三本 但张家的财务状况 已经支撑不起高额的学费了 张凡复读 转到了和宋坦个学校的隔壁班 宋坦说她整个人阴郁的不行 我个月接次宋坦回家改善伙食 有时休息也会到学校门口 给她送些好吃的 小姑娘比年前高了节 也水灵了 每次见面都是眼下乌青 我想劝她注意身体 但自也没有开口 毕竟这是她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 不怪她拼命 又是年高考季 我烫了个头发 穿上了旗袍 陪着宋坦去考场 宋坦见我换完衣服出来 眼睛亮亮的 你很漂亮 是吗 她重重地点头 前世我起了个大早 给张凡做早点 白酌大虾和鸡蛋包好 米粥亮到不冷不热 水果切好装盘 水杯里装好蜂蜜柠檬水 做好这些 我想赶紧洗头发打扮自己 张之里在卫生间里迟迟不出来 这早上最忙的就是卫生间 我总是先让张之里和张返用 多少年了 我早就养成了习惯 人有三级 我的三级都可以排在我老公和孩子后面 老公 你快点 我想洗个头发再送儿子去考场 你去干什么 儿子这么重要的时刻 我怎么能不去呢 去了也是丢人现眼 张之里在卫生间里嘟嘟囔囔 我洗完头发 还在换衣服的功夫 张之里已经带着张凡出发了 他们都没人和我说声再见 我赶紧趴到阳台上 想看眼即将上考场的儿子 就听见张凡和他爸的对话 爸 多亏你走得快 会儿我妈穿完衣服真跟着来 脸得让她丢完 那可真影响我心情 是吧 谁的妈能和你的样 腰粗屁股大腿短 脸上还全是褶子 我穿着掉了色的短袖 站在湿衣镜前 脸上的粉底液太久没用了 有点干 眉涂云的样子 真和他们说的模样 擦了擦眼泪 下楼买菜 心里想着 中午还得给孩子吃好点 下午还有考试呢 咱们出发吧 宋坦田诺的声音 打断我的思绪 到了考场门口 正好遇到了宋坦的同学 穿着名牌运动装的少女 挽住宋坦的胳膊 宋坦 你妈妈 宋坦点点头 阿姨 好漂亮 我眼眶发热 这是我今天第二次听到好漂亮 心情好的嘴角都压不住 回身就看见了那晦气的家人 来宋张凡的 是个大队伍 张之礼 孙玲 还有孙玲的小儿子 孙玲的老公酒驾 出了车祸 前世的原因我并不清楚 但这辈子却是因为孙玲 她老公知道了她之前的风流运势 也知道了张凡的存在 和孙玲发生争执后 喝酒驾车 撞了人后肇事逃逸 慌乱中 自己也出了车祸 当场死亡 她和张之礼 前世可能真有些感情 可这辈子 却是纯纯的相互利用 两个儿子关系也不融洽 老邻居经常和我八卦 两个儿子看彼此不顺眼 小儿子更是指着张凡的鼻子骂 扫把星 都是你和你爹害死了我爸 我和张之礼对视 他浑浊的眼睛里 好似有丝惊艳 张凡也看见了我 挤出个笑 大声亲热地叫了声 妈 我进去了 不是对我 是对孙玲 可笑 不光我听见了 宋坛也看见了 走出去几步的她 回身向我跑过来 给了我个大大的拥抱 她抱我抱得很紧 在我耳边轻轻说了句 谢谢你 妈妈 我还没来得及回报她 宋坛像阵风样跑走了 留我个人在原地 品味着她叫我的地生妈妈 高考成绩出来了 宋坛考得非常好 可以报名美丽的海滨城市留的大学 而张凡只能上本事个职业学院 宋坛报到的那天 我也在海滨城市找了工作 给个退休的教授做保姆 她中年丧偶 个孩子在国外很少回来 我给她做保姆的第三年 她提出来想娶我为妻 和我相伴到老 我笑着拒绝了 我只想拿着工资 轻轻松松做个八十分的保姆 不想做分钱不挣 掏心掏肺也不定能 称得上六十分的妻子 家庭主妇没薪酬 却全是要求 宋坛毕业那年 老教授突发心梗去世了 他的遗嘱里竟然赠予了 我套房子 他儿子尊重父亲的决定 并感谢我 陪伴了他父亲最后的时光 宋坛毕业后 找了不错的工作 想要和我住在一起 我拒绝了 距离我上辈子去世的时间 仅剩三年 前世我做孤坟 无人寄扫 实在无趣 我申请了遗体捐献 想到我以后 还能为医学事业做些贡献 还能得到那些满腔热血的 医学生尊称沟大体老师 这辈子也值了 我卖了老教授送我的房子 买了台二手房车 准备去周游全国 收拾衣服和日常用品时 发现了本老人于海 我上次读他的时候 是张凡上高那年 我想让他去注读 自己出去找份工作 张之礼讽刺我 只能做保洁 挣那三瓜两枣 不如好好在家 伺候他们父子 张凡说不想 让同学知道 他有个做保洁的妈妈 他抬不起头 我妥协了 晚上自己开着斩小灯 坐在厨房 毒到泪流满面 我把车开到梅里雪山脚下 接到了老邻居的电话 张之礼死了 因为治疗费用过高 孙玲把给他治排液的药 换成了维生素 据说当时送到医院还有救 但张凡建议放弃 理由是不想他爸受太多折磨 张凡直高毕业 并没找到好工作 但找了个长相不错的女朋友 正准备结婚 发现女朋友脚踩两只船 另个男的是个混混 脚踢到了张凡的命根子 估计以后再也不中用了 心情不好的张凡 天天在家和孙玲 还有她的小儿子吵架 邻里邻居开始支棱着耳朵听八卦 到后来 她家那点事各个倒背如流 都觉得扰民 孙玲带着小儿子搬走了 张凡每天喝得醉熏熏的 谁见了都绕着走 挂了电话 回想起刚刚重生回来 那段时间和知道 我的亲生女儿被卖掉的那段时间 我是真的恨呀 此刻我内心毫无波澜 夕阳笼罩着眉里雪山 近黄昏又如何 夕阳无限好 宋坦番外我结婚那天 我妈风尘仆仆地回来了 她皮肤有黑 眼睛灿若星子 我妈说 她的前半生 把太多事放在了自己前面 时刻记得 自己是谁的妻子 是谁的母亲 唯独忘了自己是谁 吃了半辈子的剩饭 鱼头鱼尾 幸福婚姻的前提 是时刻记得 你首先是你 当晚我做了个噩梦 梦见我并不是宋坦 只是昭地 高中没毕业 就嫁给了瘸子无权 她是个变态 家暴是常事 自己怀着运被喝醉的无权 拳打脚踢 鼓鼓地鲜血流了地 身体越来越冷 我忽然从噩梦中惊醒 妈妈正轻轻地摇着我的胳膊 给我擦着冷汗 她温柔地笑着 那笑容就像她从养父母家 带走我那天 在车上 她和我说 给我取了新名字 问我喜不喜欢 宋坦 我很喜欢 访问我